以色拉记第四章 犹大和汴亚敏的敌人 听说贝鲁归回的人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羽 就去见索罗巴伯和以色列的主长对他们说 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 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 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 我们常常祭祀神呢 但索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主长对他们说 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 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 是照波斯王赛鲁士所吩咐的 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 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赛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记的时候 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在亚哈水鲁才登记的时候 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亚达学习年间 彼士兰、米特利达、塔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就告波斯王亚达学习 本章是用亚兰文字 亚兰方言 省长力宏书记身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 耶上本就告亚达学习王 省长力宏书记身帅和同党的底拿人 亚法萨提家人、塔皮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书山家人、李亥人、伊兰人和尊大的亚斯纳巴所迁移 安置在撒玛利亚城 并大和西一带地方的人等 上周亚达学习王说 和西的居民云云 王该知道 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 已进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 逐立根基建造城墙 如今王该知道 他们若建造这城 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 交客纳税 终究王必受亏损 我们既是预言不忍见王吃亏 因此就够以往 请王考察新王的实录 必在旗上查知 这城是反叛的城 约列王和各省有害 自古以来其中常有被逆的事 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我们谨咒王之 这城若在建造城墙完毕 和西之地 王就无分了 那时 王育父省长 利弘 书记身帅 和他们的同党 就是住撒玛利亚并和西一带地方的人说 愿你们平安云云 你们所称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 我已命人考察 得知 此臣古来 果然背叛猎王 其中常有反叛贝利的事 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同管和西全地 人就给他们进攻 交客 纳税 现在你们要出告示 命这些人停工 使这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旨 你们当谨慎 不可迟言 为何容害家众 使王受亏损呢 亚达薛西王的上誉 独在利弘汉书记身帅 并他们的同党面前 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于是 在耶路撒冷 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只停到波斯王大流市第二年